走在生命点时放上去 为业随身 我们死亡时身体带不走 财富带不走 唯有今生积聚的善恶业会跟随我们 也因善恶业的牵引 会让我们投身于善道或恶道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要谨慎因果 在解脱之前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修行的路要走 为了未来的利益 我们当下就要止恶行善 从当下的细微处开始做起 我们下期间的路要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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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导致了我们目前的状态 我们必须利用种种善巧方便与智慧 寻找出秘诀使我们的生命更具意义 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神心 为了使生命变得殊胜 你需要把修行变成一个持续的习惯 每日都坚持 尤其是在面与诶尤其是在面临诸多障难和干扰升起时 为什么 2020年初前兰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另一种方法则是把经文念完 然后全神贯注地观修 或者先观想再念情文 无论用哪种方法 重点是念出身影 因为光是心中观想还不够 若加上身体和语言的行为会更有力量 尤其语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念出身影是很重要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是要顺着众生的善处而不是恶处 如果对方升起慈悲心 我们要尽量随顺务力增长它 但如果它升起的是嗔恨心 我们要反过来窒息它的嗔恨 让它的心平静 我们不要让众生的烦恼 恶处习气等影响自己 改变自己 否则就变成愚痴了 未经许可 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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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主自由 佛法说的自主 和一般世间说的自由不同 佛法说的主要是对心的自主能力 当我们还有烦恼和夜里时 心被它们所束缚与倾引 而不由自主地在轮回中流转 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与自由 有自主能力就是快乐 不能自主就是痛苦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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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定律 其实 大自然的定律 有生就必有死 无常 是生命的必然 那为什么要恐惧呢 都是因为我们的贪质 害怕改变 希望一切都不要改变 才会有化碍有恐惧 当我们放下化碍和贪质 就会了解大自然的定律 接受未来必然的死亡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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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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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个人都会长命百岁 现在拥有宝贵的人生 现在就要好好修持 从内心升起没有时间了 我当下就要修 要有那样急切的心态 不要再拖延了 我当下就要注意至今的时候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卫石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旗舰49日药师法会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慕佛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慕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爱群主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访会后 接会回向 新闻3号心 新闻3号心 男子 3号心 可登记 女子 P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的奥义这些功德也会善法 佛法就是说不仅自己好自利而且可以利他 正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努力的弘扬佛法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把佛法弘扬出来 这个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请问我们这里开法会 东方钥匙叉土的佛菩萨有没有知道 哎呀 说婆世界南占布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 月明寺在开钥匙法会了 马上就知道的 你要靠什么物理传播发信号 哎呦那可是等那边搜到不知道什么呢 对不对 当下知道的 我们这里一念佛心咒 是不是马上就知道的 马上就知道的 但是这个 这对于我们人类的已知科学来说 这个是一个谜 所以那个台湾大学的那个校长 他说这个小孩子是可以培养成什么 就是用手识字的 佛国入口 佛经上说 人的六根可以互用 也就是说 眼睛不只能看 也能听 也能听 能嗅 能长 能觉 能知 耳朵不止能听 也能看 能嗅 能长 能觉 能知等等 这都是神通境界 凡夫不能 然而 在特异功能人士当中 也有能以耳朵看字 或 以手识字的 台湾大学 李次岑等几位教授 近几年来 以科学方法 及仪器 测试三位具有 特异功能的小朋友 经数百次测试 证明了 他们都有 手指 十字的能力 其测试方法是 将文字 图号 或图案等 写或印在纸上 将指 刀扎密封 然后 交给这三位小朋友 以手指接触 使其感知 里面是什么字 或何种图案 同时 以仪器测试 其手掌 手臂 及脑部的反应 让人惊奇的是 这三位小朋友 都能在几十秒 或几分钟内 百分之百 正确无误的 以手 看出真相 其间曾有教授 写上佛字 交给他们 以手辨识 奇特的是 这个佛字 在他们的脑中 所浮现的 不是佛字 而是一片 很亮的光明 光中有一个人 甚至还能听到 余波荡漾 令人舒畅的 红亮笑声 也能看到 和尚 寺庙的 而以英文写的 固 也能看到 亮光一扇 而看不到自己 若是其他的字 或图案 则可直接看出 是某字 或某种图案 既无光 也无声 若是与佛字 连接在一起的词语 如佛山 比佛利山庄 埃佛勒斯丰等 结果 只能看到 上下的字 而佛字 看不出 佛字的地方 都是一片亮光 甚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